大家好,我就是奋斗在减肥路上人味成功的胖鲜女朱莉 虾,青椒,土豆丝,冬瓜,番茄汤,五穀杂粮米饭,水果,鸡蛋 这是我的午饭,大家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营养搭配的都非常好 因为我在减肥的时候有一个原则 就是午饭一定要吃的好吃的饱,吃的有营养 这样的话晚上就可以少吃一点,然后又可以去运动 然后运动起来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负担 那我昨天晚上呢,没有睡好 因为我被我几个小姐妹真的是要气死了 我生气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现在都恢复了单身 那个生活的叫一个多姿多彩啊 找小哥哥们出去约约会啊,然后去下午茶啊 在派对啊,那叫我出去我总是说没时间 他们就批评我啦,说我什么现在很无聊 看不起我被老公囚禁在家里 体验不到世界的精彩 还叫我求鸟 还发这种视频来刺激我 其实呢,有很多的研究它都表明 单身女性它的幸福感是要高于已婚女性的 而如果你不幸是一个已婚女性呢 英国还有个研究会告诉你 你的幸福感爆棚很有可能会在85岁的时候迎来 因为那个时候你丈夫一般死了 你又恢复单身了 Oh my god 一段良性的良性关系就是被囚禁吗 你们觉得是这样吗 反正我不这么觉得 我真的吃不下了 这个虾真的 这个味道 真的很想给你们吃一下 我们福哥吃虾 还会把虾壳一起吃进去 我实在是太佩服他了 你们也是这样子吗 咬在嘴里就感觉虾发不了啊 我妈阿姨今天真的把我当猪了 给我留了这么多菜晚上吃吧 首先我要为我老公说几句话 我没时间出去玩呢 不是因为我老公 我老公他真的是一点都不管我 也非常尊重我的个性 我想出去就出去 他从来没有阻止过我 而且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有很多的异性朋友 但我老公一直很放心我 就像我一直很放心他一样啊 所以我现在不爱出去玩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 还是因为我现在的心思 已经不在玩这件事情上面了 我满脑子都是想着 哎呀我要怎么把我的小家维护好 现在已经到了一种 就是你在外面晚回家 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想快点回去看看我老公啊 然后回去跟他聊聊天啊 抱抱他啊对不对 老实说那种花花绿绿的世界 我年轻的时候也都已经体验过了 也不就这样吗 外面玩得再开心 兜兜尝尝还不是最后一个人回到家 没有人能够进入你的心吗 那我还是觉得现在在家里面 有一个关心你的人 为你烧好泡脚水 帮你冲好电热弹 等着你回家 这样比较适合我 上次我给你们推荐的这个RMK你们买了吗 这次我再给你们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妆前乳 YSL的Top Secrets 就是妆前打底霜 那超好用的 但自从用了这个以后 我感觉我的起皮情况就好很多 我这个还是在俄罗斯的莫斯科机场买的 因为我发现俄罗斯那边买YSL特别便宜 如果你是六开头的银行 然后他们还给你打折 我真的要去闻眉了 烦死了 每次画眉毛都要画个半天 而且心理压力很大 考虑一下吧 就找我们安娜姐姐去 我想着你 在无人的夜里 这是我自己编的歌 你们是不是喜欢 那不爱出去玩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要忙着赚钱 我现在又没有正式的工作 对不对 否则生活费哪里来 家里又不是富二代 我又长得不是网红脸 万事都还是要靠自己 我还要保养身体 做运动 学德语 还要想平时怎么提高自己其他的能力 我哪里还有时间想着 我要去这里玩 我要去那里玩 为什么 我拉不上去 我不是瘦了吗 I'm killing myself 万能的 哦 真的是 你看这种时候 你们一个人在家 没有老公 你们行吗 这不是还要一个人在家里帮你 就算你养猫 猫也帮不了你做这些事情吧 放弃了放弃了 我要放弃了 这个拉链真的是要我的老命啊 今天这个小裙子是我的最爱 我的小花裙希望今天能弹成功 加油 最后和你们这几个女人偶尔出去玩一下放松一下是很开心的 那谁让你们每一次都这么重口味呢 不是喝酒就是蹦迪 我这把老骨头了还要踩着高跟鞋跟你们出去晃 就不能搞点养生局吗 大家说对不对 你们的朋友也是这样的吗 反正啊 快给我妈妈拜拜喽 人来了 我们不能这么狂妇 所以呢 我真的很爱我的小姐妹们 但是我真的有时候很想和她们说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啊 我也很喜欢听你们讲讲你们那个世界的八卦啊 我现在过得很开心很幸福 大家一起开心不是很好吗 好了 我现在要去为我的美好生活继续努力了 也谢谢大家听我唠唠叨叨了这么久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Vlog怎么可以拍成我的一个流水照 你们发现了没有 你们觉得我是穷雅吗 还是你们有什么更好的意见能够给到我 和我的小姐妹们聊一下呢 我看怎么有一个人对着镜头 偶遇了我老公 那如果你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你们也可以给我留个言好吗 我真的很期待看到你们给我的建议 也非常谢谢你们一直这么支持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要去努力生活了 努力工作 就像这样了 拜拜 拜拜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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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